大山深处火箭军谋侣组织千余名官兵正在陌生地域徒步行军 夜幕渐渐降临 长距离的徒步行军已经让第一次参加拉链的新战士失去了新鲜感 老兵们的心理也接近极限 大家都在咬牙坚持 三百姚组报告 前方发现MX有毒性体 建议全身包袱去多国战役区 徒步行军50公里处突然遭遇生化袭击 官兵们依据号令迅速穿戴个人防护装具 按照预案呈战斗队形通过沾染区 向三公里外的宿营地集结 第二天天刚亮 各个营连根据对抗要求随机抽调六人分组 形成十几个对抗小分队 集结地领取任务卡片后 各个班组要携带15公斤的单兵鞋型装具 多个客幕随即同步展开 第一个客幕要在一个陌生村庄 一小时内完成观察报支 伤员营救 目标地域搜索等客幕 接下来的考核客幕不断更新 在武装越野 按图行进的过程中 完成战场救护 个体竞技 真真假假的点位 不仅迷惑性很强 还被考核组做了伪装 各班组必须要正确找到一个点位的坐标 才能推算出下一步行军路线 这既考验指挥员的专业素养 又考验整个班组的协同能力